北京时间28日下午3点30分 中国体育代表团迎来了巴黎奥运会 第二个比赛日中的首个冲金项目 中国选手谢渝参加男子10米砌手枪决赛 并最终为中国军团增添一枚金牌 今年24岁的谢渝也是一名00后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谢渝获得当年全国射击冠军赛的砌手枪银牌 逐渐得到中国射击队的注意 并将他纳入巴黎奥运周期人财库 谢渝也不负众望 在这三年内的各项比赛中都出类拔萃 尤其是在去年8月进行的世界射击锦标赛中 获得男子技手枪慢射的个人与团体金牌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选拔赛中 他打破了全国记录并获得了入场券 在奥运男子10米技手枪这个项目上 中国队有不少英雄汉被难倒 因为从1984年开始 只有王毅夫与庞伟两人在这个项目中获得过金牌 而这一次与谢渝联媚出战的张博文 则倒在了决赛的门槛外 谢渝在预赛中只排名第六 他在决赛中的七个对手也是好手云集 比赛开始后 谢渝在第一枪打出10.6环 咬住了大多数对手 但是之后两枪都没进10环 丧失了最佳赶超机会 第一组五枪激发之后 谢渝以50.2环排名第二 谢渝的特点是不着急 稳扎稳打 因此激发速度较慢 但发挥较稳定 第二组五枪打完 谢渝以99.2环暂排第三 接下来将进行两枪淘汰之阶段 谢渝开始发力 第一枪就打出10.7环 第二枪打出10.6环 给了其他选手一定的压力 比第一名只差0.1环 紧接着 他在下一个淘汰回合排在第三 意大利选手马尔蒂尼的优势开始显现 谢渝在之后的淘汰回合 以160.7环排名继续第二 谢渝随后没有抓住马尔蒂尼失误的绝好机会 不仅没有反超 反而再度落后到第三 场上只剩下四人 最后的争夺拉开帷幕 这一轮 韩国选手被淘汰 谢渝已经保住一枚奖牌 并上升至第一 将与两名意大利选手争夺最终的冠军 倒数第二轮 谢渝以优于第二名0.7环的成绩 继续排名第一 意大利选手莫娜被淘汰 最后的争惊回合 是两名最年轻选手之间的争夺 谢渝激发打出两个10环 以240.9环夺冠 意大利选手马尔蒂尼获得亚军